第2406集 神军大败 除了他们外 黑熊圣者 九尾恶龙 黄金 狮子 天蝎圣者 还有青鸾等实力也早已争执了恐怖的境界 对抗大圣毫无问题 这是昔日在星空古路收服的十二圣 陨落了几个 但凡活下来的目前都成为了威震一片星域的绝顶强人 黑黄大叫 他拖着小楠楠 头顶着吞天魔罐 简直像是一个魔神 眉心的树眼都睁开了 狂追地主而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 更是惊破了神军众人的胆 那可是吞天罐啊 凶名动万古 在黑暗动乱时代都不曾碎掉 是目前有数的几件至尊器了 锐光喷勃 吞天魔罐横扫而过 神庭的那些元老重臣当即就跪了 承受不住那种威压 那是真正的无上女帝躯体所化的兵器 绝是恐怖 这片战场一片玄飞 血液不断溅起 染红了天雨 神庭大军当即就溃败了 连首领都逃亡了 他们还能怎样 面对洪荒猛兽般的天兵天降 他们根本无心恋战 也抵挡不住 这边的强者太多了 无法抗衡 嗡的一声 燕一熙与立天共同催动准地气 神女卢 这是出自大地之手的神物 刹那放大数十万丈高 镇压了一片神庭将领 全都没有反抗之力 黄鸣惊天 姬子月养大的小不点 如一头黄金凤凰般横空 他天赋太惊人了 当年甚至比叶凡等修行速度还快 得妖神花筑击 成为了妖孽中的王 天赋无双 早已进入大盛境界很多年 一身修为登峰造极 黄翅一战 死防崩塌 俯冲进神庭大军中 火光烧得万军灰飞烟灭 根本无法阻挡 轰隆一声 李黑水驾驭黑珍珠号 这是一座准地气化成的宝船 上面更是有一柄赤血神锤 横扫乾坤 将前方一下子就给清空了 这场战斗进行到了这里 没有什么悬念了 天庭大军催枯拉朽 追杀的神军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溃败的不成样子 直接就被打散了 来自宇宙各地 观看这一战的人无不到夕寒气 跟预想中的结果根本不一样 他们以为今日天庭必然要灭亡 主要人物多半都会被击杀 谁能想到 竟然是这样一个惊天大逆转 不可思议 天庭太强大了 竟然横扫了神庭大军 人们惊叹 一个个心血沸腾 感觉这很不真实 更有不少人都瞠目结舌 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中有部分人脸色煞白 心中恐惧 他们曾经侵占天庭疆土 在夜凡归来时曾还想回去 可又逢地主出关 结果他们见风使舵 强行留下那些资源星辰 现在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 这些人小腿肚子都在转筋 吓到脸色苍白无血 这个结果让他们眼前发黑 天庭要是怒了 他们到时候是灭顶之灾 也有不少人盯着北斗方向 那里有一股大地气息在爆发 越是强大的人感受越深 少数几人甚至看到了一道模糊的光影 矗立在星空中俯瞰这里 古代之尊 绝对是古代之尊啊 当猜到这一结果后 人们几倍声寒 从头凉到了脚 少数人知道地主这次踢到铁板了 又可以威慑他的人在世间 这个时候深空处一片寂静 地主横渡一万里 踏过了也不知道多少星系 一刻也不肯停留 叶凡 圣皇子 人魔 还有载着小楠楠的黑黄合在一起 狂追不舍 大黑狗身上小楠楠指点 说在那个方位不要弄错了 若不是小家伙 几人可能早就追丢了目标 不得不说 小楠楠的表现精神弃先 太过非凡了 让人只能惊叹 地主和气强大 连人魔这般天生敏感 如野兽般的志强存在都赶不上 连叶凡的本能直觉都失去了效用 小女孩却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指出正确方位 这个时候 地主脸色雪白 身上穿的赤龙甲皱都暗淡了 她始终觉得后背有一股寒气 像是一劫刀锋抵在了那里 让她有一种大恐惧 她话语颤抖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大地 真的是一宗活着的大地 三百多年前平息动乱的果然是她呀 这么多年了 还活在世间 让她恐惧的是 那尊光影不曾追下来 可是她却感觉对方在盯着她 即便相隔无尽的星空 她却始终觉得如芒在背 最后 那种感觉终于淡去了 可是她心中却又产生了一种 屈辱感与不甘 因为凭着江城道者的无上灵觉 感应到了一些真实的场景 那道光影自始至终都在俯视着她 而后默默的移开了目光 根本不曾当做一回事 竟然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 这让她心血沸腾 即便是古代至尊又如何 怎能如此目空一切 竟然无视她 没有什么比这让她更失落的了 在这个时间 她几乎快无敌了 本以为登临了绝颠 可是那个人却以俯瞰的姿态 冷漠看了她一会儿 而后就完全的不理会了 当地主不知道停下来多长时间时 后方几人追了下来 尤其是看到那只大黑狗在撒花 一路狂撵下来 让她满头红色发丝都倒竖起来 眸光惊悚世间 欺人太深 想想她堂堂地主 一代至尊天骄 何曾落魄到这个地步了 竟然被狗追着咬 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 宇宙还有她立足之地吗 颜面尽失啊 可是 当她看到大黑狗背上的小楠楠时 她所有的怒火 所有的补粉 又都如潮水一般退走了 她转身就走 大地的道果她惹不起 更吞不了 刚妄想妄动的话 她相信北斗的那道光影会刹那而来 击杀她于星空中 最后 地主逃进了宇宙边荒 躲进了混沌中 这一役结束 天涯邪大盛之威 一路追击 杀进神庭所统御的疆域 攻城掠地 一日间连下数百资源星辰 全部掌控到手 这一天 天下大震动 举世震惊 天庭与神庭之战落幕 神庭气势汹汹而来 结果百万神军大溃败 死伤不计其数 至于俘虏更是多达数十万众 不跪地投降者只能陨落 这种战果说出去谁能相信 可是它真实的发生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宇宙各族都大震动 起初人们不信 那可是无上的地主啊 写百万神军功伐根基不稳的天庭 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意外 肯定是离亭扫学彻底根除 谁能想到刚毅交战 辟腻人间 如同天界下界的无上地主 就颤立了 被惊得落荒而逃 扔下不重 不知所踪 怎么会这样 所有人都不禁要问 强大的神庭是一个纸老虎吗 最后有部分知情人透露 是古代至尊将地主惊跑了 这则消息一出 举世震惊 天庭的底蕴这般深厚吗 当真是撼动人心 有人欢喜 有人忧愁 世间反应各不相同 在此之后